月亮表面的温度出现了异常的上升,这一线像是由美国宇航局阿波罗登月任务在月球表面布置的探针记录发现的。 个别地区的温度上升格外明显,这一度让研究人员十分困惑月球为什么出现了异常的温度变化。 这些数据显示,从阿波罗登月飞船布置热流探针开始,探针福建的地表温度上升就开始了。 一直到测量任务结束,这些地区的温度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而且根据研究还显示了另一个问题。 越靠近地球表面,月球温度上升的幅度也就越大。 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情况应该是月球表面温度剧烈升高,然后由上至下地传导至月球地表内部。 月球表面为什么会记录到神秘的升温现象,是月球表面整体升温还是热流探针附近的地区出现了异常升温。 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人员就开了变暖的事实,都是因为美国阿波罗登月任务造成的。 简单点说,就是人为造成了月球变暖。 大家都知道人类活动是导致地球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人类活动也能造成月球变暖。 造成变暖的原因很简单,通过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研究人员发现,在阿波罗登月计划的逐流点附近地区,宇航员和飞跃车的痕迹导致月球表面表面变暗了。 这是因为月球表面往常被一层更亮的尘土覆盖着,这被称为风化层,而风化层之下的月球土壤则更暗。 当人类着陆在月球表面上后,破坏了表面的风化层,原本风化层能更多反射太阳光。 但风化层破坏后,保露出的更暗的月球土壤,能吸收更多的太阳辐射,这是导致温度上升的重要原因。 因此,这一情况也给了研究人员警示,在试图探索每一颗未知的星球时,应该对这颗星球展开更全面的考察和评估。 贸然形式可能会给这颗星球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化,甚至可能是灾难。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